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巨型飞船 可是由于外星人他们的科技太强大 飞船根本不受地球的炮弹的袭击 在地球人的百般轰炸下 飞船却完毫无损 而男主也在此行出行的队伍中 与此同时 巨型飞船还派出了很多小型飞船 很快地球人开始四散而逃 而其中一个飞船似乎知道 亲贼先亲王的道理 他紧追不舍男主的飞船 男主领机一动 选择将自己的飞船撞到山崖上 并且用降落伞逃生 随着一声爆炸声 男主的飞船和外星人的� 一声后 他紧忙跑到飞船里 杀到了存活的外星人 并把他立马送到附近的科学研究基地 在科学研究基地中 博士男发现 其实这些外星人和人类一样都是靠呼吸氧气为生 而这些外星人 外面的丑陋的皮囊只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就在这时 外星人突然醒过来 他威胁博士 并告诉他赶紧把自己放掉 总统男不以为然 他把外星人关在实验室里 没想到外星人竟然靠着意念控制了博士 并且劝总统男尽快投降 总统男这时候提出来签和平条约 外星人当然不同意了 还用自己的意念让总统的头疼了一下 总统立马派人射杀了这个外星人 就在此时 一个博学多时的眼睛男出现了 他召集所有人 经过研究 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所有的外星飞船的控制枢纽都是那个巨大的飞船 而那个巨大的飞船一旦倒毁 那么外星人就会撕散而逃 现在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潜入几年的内部 然后给他们的电脑系统装成病毒 这样所有在外面的小飞船就会失去控制 变得不堪一击 就在这时 男主听了觉得这个办法很妙 于是他主动请应 要和眼睛男一起去捣毁敌军基地 总统呢 欣然同意了 说是迟那是快 眼睛男和男主坐上了飞船 他们趁着小飞船进入大飞船的进行例行检查的机会 用电脑很快将病毒植入了外星人的电脑系统 很快外星人整个控制系统都瘫痪了 而他们外面的大防护罩都没有了 抓住这个机会的军风 立马开始攻击外星人的飞船 可是奈何地区的导弹威力太弱 于是一个牺牲呢 由于现身的引爆了自己的飞船 并且撞向了敌军的飞船并引爆 见此场景 全球各地的人们开始一意效仿 而外星人的飞船一意被击退 另一边 眼睛男和男主在完成任务之后 由于主角光环的笼罩 他们随手丢了一颗炸弹 便把敌军控制书要倒毁 两个人非常得瑟的着陆 迎接他们的爱人和军方的欢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